大家好,我是夏妈 今天用白萝卜和芹菜来分享一个美食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不吃芹菜的 芹菜和白萝卜都给它切成细末 有句老话说的好 冬吃萝卜下次浆 不用医生开药方 冬天的萝卜水分多 而且又便宜 再做一点肉馅 加入食用盐 姜粉 老抽 生抽 蚝油 一点点胡椒粉 香油 给它搅拌均匀 5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260毫升的冷水 给它搅拌成面絮状后 揉成面团 揉面的时候用手掌揉 既方便又快速 揉到光滑 给它稍微醒一下 再搓成长条 在家里都要穿毛衣 室内温度跟室外都是一样的 真的羡慕北方的朋友 切成面团后 给它擀成饺子皮 再包入腌好的芹菜萝卜馅 这个饺子的手法特别的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两边折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形象也有点像大肚饺子 包好的饺子放到平底锅里面 开小火 倒一点油 稍微的给它煎一下底部 底部煎到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加入一半的水量 盖上盖子 焖煮10分钟 开盖后再稍微的煎一下水分 出锅前撒一点黑芝麻 葱花 家庭版本的水煎饺子就做好了 特别的香 萝卜芹菜肉馅饺子口感不错 值得一试 在我们家就会配一些自己做的一个多辣椒 还有腊八豆 都特别的香 喜欢的话可以点赞收藏哦 我们下次再见